把新加坡人當成是白痴 而真的還有白痴 他说他有办法帮你改掉你的生成八字 还有人真相信 他的意思就是你是杂种 为什么 你是11年出生的 他跟你改成15年 然后再跟你改成 你是5月 他跟你改成6月 然后再改成初八 然后把你的东西放在一个盆子里面 还有人白痴去相信 这样子的话就完蛋了 为什么还有人相信这些呢 那你的爸爸妈妈是谁 你就应该叫你爸爸妈妈 以后脱离关系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像是这样吧 我的家 我现在有一间屋子 政府寄信 当然是继续我的IC的 对不对 我现在我搬家了 我搬家 我的IC不要换 你看地址会住在哪里 然后呢 我再叫这个师傅帮我 画画一下 改改一下 大牌 门牌一号 放在那个碗那边 你看那个信会不会寄去 没脑子的 所以很多人 他害了我很惨 很多人也叫我用这一招 师傅你也帮我改一下我的八字 怎么改 所以千万不要 不要给人家骗 一定要记住 不要丢我们 我们华人的脸 直接我们也不要拆他的台 就直接离开就好了 不要去相信这些 还有他要你放头发 指甲 这些 然后把你的八字给改了 有些人在笑一半 就是你知道我在讲谁 所以千万不要去相信这些 记住我的话 八字只是为了什么 为了我多了解 懂吗 只是为了我多了解而已 了解了之后 原来我是一个好色鬼 原来我是一个不忠心的人 改了 改了就好了 明白吗 用这个方式来认识 千万不要去迷信 所以很多人说 师傅 我们打这个八字出来之后 人家会不会拿来做酱头 酱头现在很贵 一kilo都算几千 没有人有空 如果这个可以做酱头的话 我第一个先做刘德华 让他来我家 对不对 不要相信这些 用一个比较逻辑性的想法去学 那你就会比较学得到多东西 好 那么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十一 这个 你们要懂 因为等一下你们都有这个的 不信的话等一下你看 你要问哪一个问题 那个 那个 那边 上面 不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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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你没有看这个了 你直接说十一号 我们每个人就知道在这里了 懂得吗 十一号代表什么呢 年天干 十一号 他称之年干 简称了年干 年干和年神代表性是一样的 和这个十号代表性是一样的 年干有自己的五行 他会有自己的五行 在身体啊 我们的身体啊 它是代表头部啊 喉咙啊 这些地方 它是代表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这个 你的头会生什么 什么 什么 血 什么医药 不知道啦 就是头有问题 如果你神经病啊 忧郁症啊 都是这个字出了问题 比较容易 比较敏感 会有这些问题 这个 所以这个呢 是代表说 有些人他的脑生力力流 都是这个出了问题 为什么呢 看清楚 脑出流的人 脑生流不是出流 脑有流 而且恶性 或者是良性都不管了 大致上 大致上 都是他生出去的 比如 他是水 OK 然后呢 他的旁边这些呢 都是木 所以 水就会去生木 脑子就容易出问题 懂了吗 不懂没有关系啦 不懂没有关系 以后我们教这个课的时候 你就懂了 好 今天呢 我们来讲一讲 11号 11号啊 你以后就会懂了 现在先 先go through一下 好 12号这里 这个就重要了 大家要记住 我们今天要学的是 12 16 20 24 我们今天要学的是这个 是要学这个的 所以啊 12号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年之 年之 年之 我们说年地之 称年之 简称年之 它代表你的生肖 记住了 1号 所代表的生肖 不准 3号 所代表出生年 不准 6号 所代表的民国 不准 最准的是什么呢 你的12号 12号 这边出什么 就代表 你这辈子 属什么 这个生肖 如果这边写蛇 这边写五 五就是马 所以你们要知道 你们属什么 要看这边 真正真正的 你是属什么的 属马的 属羊的 属鸡的 属老鼠的 都要看12号 注意啊 记住 这边也有解释的很清楚 年肝呢 是控制我们的 1岁到10岁的 好像我们的孩子啊 1岁到10岁 对不对 他的运程怎么样 我们看这个 11号 那么12号呢 是看你 11到20岁 是怎么样的命运 所以 两个加在一起 就变成 20年 20年 就是0到20岁 我们叫少年 这里呢 也是20年 叫20到40岁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叫做成年 你现在几岁 39 看这边 一个字 再重复 一个字 代表10年 两个字 代表20年 30 40 50 60 70 80 80 80年 代表8字 你今年81岁 就不能再看了 他没有在里面了 你就是80 古莱西 好命人了 据说 据说是这样的 听说 活到80岁的人 他不用经过6道轮回 因为 他如果很坏 杀巴巴 杀妈妈 吃孩子的眼睛 他不会活到80的 他活到8岁就死掉了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活到80 是好命的 所以我们尽量 以后 79岁时 尽量叫医生打针 打一年 这个是这样说 因为有人80多岁的时候 还找我看命的 师父 你跟我看 我就跟他说 说真话 你吃的盐都比我吃的米多 我怎么跟你看 他说不顺 身体不好 正常 80岁要看什么 师父 我为什么 健康那么好 为什么 就要看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 十四的这个地方 看第二页 十四这个地方 叫做月神 月神 月神 月是代表着月柱 神 是简称 简称 十神 叫月神 这个地方重要 他掌管着我们的社会 的开始 你做工 每次有没有试过 辞职 去一间公司做 辞职 去一间公司做 对不对 你就要看这边 就知道你顺不顺 比如说这个人 他有欺杀在这个地方的 开始做事情的时候 总是比较喜欢的 下来呢 慢慢就不喜欢了 就在这里 慢慢问题就没腻了 在这边 所以这个也代表着爸爸 代表爸爸 我爸爸健康怎么样啊 好不好啊 我们看这边 看这边 那么 另外呢 还有就是 14号 代表着身体 他的肩膀啊 肚子啊 就在这里 所以这些啊 这些 你们 你们要 要 要 这个 这个 好好的看 好好的看 我们不浪费时间 在这个啦 好 我们不会 因为如果 太浪费 这个以后呢 等到你们 想要学八字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软件开始 我们就好好的 详细的解释 下来这个 简单一点说呢 这个地方才是最重要的 你们看18 我们简单说一点 第3 第2页 18 看到吗 吓人了 多少个字 有空 慢慢读了 这个代表什么 我们人 有原神 最高境界 原神出窍 就是我站在这边 不懂 我的人呢 在Otzer了 那个孙悟空 有办法做到了 原神出窍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神 19号 记住 是我们的原神 这个18号的原神 和19号是连成一体的 也就是 这里 19号这边说 你是属什么的 你这一辈子 就是属金 属水 属木 属火 就是看这个 命主 命运的 真正主宰人 不是你 你们说是不是 很多人说 命啊 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的 你如果能掌握 你就不会烦恼了 你能掌握 你就成佛了 老板说你几句呢 你就辛苦了 养了孩子大大呢 最后呢 把你送去老人院了 谁说命运是你可以操作的 真是不能操作 说操作的人 你坐下来慢慢的谈 你可以一句一句 慢慢的顶他的 如果命运可以操作的话 就出一 政府相信 就会出一个科目了 How to control our life 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 因为你 只是一个壳 真正操作你的人呢 叫原神 原神很敏感 比如 你们有没有试过 要发生事情的时候 感觉得到 最后呢 TK了 不信了 然后呢 TP抓到了 很奇怪 或者呢 停车 我们有车的人 每次都是 怪怪的 回来的时候 三万 为什么 有些人甚至 到了这个地方 我好像有来过这个地方 原神会永远比你前 所以我们要控制原神 我们要去了解原神 一个人倒霉 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的原神累了 所以要怎么办 你要多睡 你要运动 这样子呢 你有精神啊 不是你 是原神 就是精神 很好 有没有试过 早上起来心情特别好 也不知道为什么 挺开心的 为什么 原神 所以要好好的 把我们的原神控制好 尽量宠一宠 我们的原神 要宠他 要爱他 那么原神是一个 很敏感的动物 他很敏感 你如果常常跟那些 哎呀 碎呀 的人在一起 你就 哎呀 也一起碎了 他很敏感的 我们嘴巴是说 我不管的啦 人家讲什么 我不管的啦 实际上呢 一个人跟他讲 哎 小心啊 你看 你的气色不好啊 小心啊 一个人这样跟他讲 笑 神经病 第二个又讲 不要无聊了 第三个讲 真的吗 第四个讲 那怎么办 所以这些是什么 影响 被影响 谁被影响 原神 所以我们要修什么 什么东西 可以跟原神沟通 圣经 圣经知道吗 基督教 天主教 都有一本圣经 好好的去念你的圣经 他可以跟原神沟通 神父 这个牧师 他都可以帮你 安抚你的原神 比如 我今天 骂了我妈妈 我心很不安 不是 是原神不安了 然后呢 神父 在你的面前 跟你 你在神父的面前 忏悔 我今天不应该 打我妈妈 好 神会原谅你 啊 啊 啊